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的测试时间至少是几十毫秒 国外的相关风洞大约只能做到30毫秒 而JF12能达到100毫秒试验时间 JF12坑管出口直径可达2.5米 试验舱直径3.5米 整体性能还是出于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这个设备仅用了4年多时间 耗资4600万元经费 就建成了这样一个国际领先的超大型试验装备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也代表了我国在航空航天方面的基础研究高超水平 喜欢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点击关注 我们每日都会更新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Wow我的祖国主持人 馄饨 我国近期在军事装备上的发展特别的迅速 有一大批先进的武器已经进入我军的作战部队中 要说最为神秘的武器 还属超高音速飞行器了 像这样的飞行器 飞行器是非的地方都是特别设计 超高音速激波风洞这个设备就是为此设计 能够有能力建造和维护这样风洞的国家 只有美俄中的三个国家 我国拥有领先全球的JF12激波风洞 也是我国首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超声速风洞 它只针对5倍音速以上的超高速飞行器实验 不仅在于它产生的流场区域大 气流速度高 试验时间长 更重要的是应用了最独特的爆风驱动技术 克服了自由活塞驱动技术的弱点 其技术是在于鸿鲁先生的指导下研究所发展起来的 它还是这个技术的创始人 我国将为获得可靠的高超声速试验数据而感到骄傲 该设备可附线25-40公里高空 5-9倍声速的高超声速飞行条件 模拟带发动机工作的高超声速一体化试验 需要的测试时间至少是几十毫秒 国外的相关空洞大约只能做到30毫秒 而JF12能达到100毫秒试验时间 JF12坑管出口直径可达2.5米 试验舱直径3.5米 整体性能还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我国这个设备仅用了4年多时间 耗资4600万元经费 就建成了这样一个国际领先的超大型试验装备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也代表了我国在航空航天方面的基础研究高超水平 喜欢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点击关注 我们每日都会更新哦 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